我想最近段时间大家看红海的股价大跌 这当中因为五六月FII可能要在上海挂牌 这段时间大家也提到 台湾很多的企业都想要在台湾下市到A股去挂牌 但是我特别把从2001年之后 台商在上海上市的公司稍微比较一下 大概好的很少 FII现在如果挂牌的话是台资企业当中 在大陆的市场算是重量级的公司 所以将来有很多的方式 一个是在台下市 一个是两边都上市 我想两边都上市的方式 可能是比较务实的做法 如果你在台湾下市把根都拿掉 对未来企业的发展不见得有利 那这一点我想我们请中央兄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我想FII最近在台湾讨论的非常火红 那翻成中文 它就是富士康的工业互联网 就是荒海底下的 我想这一块是非常严肃在这里 今天收看老街看世界的节目 我想这一段你们可以注意听 FII下面所延伸的是中国IPO市场 跟台湾IPO市场的变化 2017年 中国说IPO就是第一次公开发行 到股票市场去挂牌 我们叫IPO 上海跟深圳加起来 2017年总共有436家 募资的金额是2214亿人民币 你知道台湾多少吗 台湾2017年是37家 对方是436家 台湾2017年IPO的37家募资是多少吗 138亿台币 你从这一点报告 你就知道 对富士康工业互联网FII 到那边去挂牌 郭先生背后脑筋的思考的千转百折 第二个是 上海跟深圳加起来股票的总市值 8兆5000亿美金 台湾现在是1兆美金 这个还不要紧 中国一年现在的GDP 是12.5兆美金 台湾是5400亿美金 中国现在上海跟深圳挂牌的股票加速 是3485家 台湾挂牌的加速是1938家 好下面这个请注意听 5400亿美金 2300万人 5400亿美金 一年创造出来的所得 股票市场是1938家 你的人均DDP 5400亿 不平均5400亿美金一年 你的股票市场是1兆 中国是12.5兆的GDP 是养8.5兆的股票市场 也就是说 中国不是股票加速太少 就是台湾太多 他3485家 每一家所产出的中国GDP的 12.5兆的总额 比台湾 1938家 去负担5400亿美金的GDP 承担的额度 中国创造 公司创造的GDP 比台湾大太多 负担 主持人 主持人 负担